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头碰到墙 二就是hip碰到椅子 我们摇动时就可以知道上半身是保持三角形来摇动 头碰到墙 hip碰到椅子 我们这次脚的位置是向外斜 不是和墙平衡 双手垂直 保持三角形 从这个姿势我们就摇动 摇动时头要固定在墙上 hip碰到椅子 但因为这次摇动动作大些 当我们完成时 hip bone是可以移动的 摇动时一直都会碰到椅子 我们固定了这两点来摇动上身 就可以感受一下一个好chipping动作 这个感觉了 记得在tripping能够将高球打起就是球杆一定要往下打 绝对没有挑起的成分 这个练习一定可以帮助大家 找一个quarter或一元硬币放在地上 记住做好基本 重心一定要偏左 高球一定要偏右 做好正确的摇杆方法 如果您能够将硬币打起就证明你是往下打 而没有挑起的成分 如果您能够将硬币打得这样飞起来 您动作一定是正确的 感谢观看